坐在教室里热到受不了 菲律宾的学生一边听老师上课 一边拿着扇子拼命扇 连笔记本后纸版都派上用场 因为这天的气温来到摄氏43度 体感温度则有50度那么高 菲律宾五月平均温度为34度 但受到声音现象影响 近来热浪涌照全国 迫使上万所学校停课 影响超过360万名学生 菲律宾先前才因为新冠疫情 在2020年3月10号停课 直到2022年11月 所有公私立学校才恢复实体上课 当前的高温 让许多20多岁还在读高中的学生都说 根本无法专心上课 新冠疫情停课再加上高温酷暑 让菲律宾学生的数学科学和阅读能力 过去几年都被列为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的地段班 在全球81个参与国家中排名第77名 另一个东南亚国家柬埔寨 首都金边的最高温也有摄氏39度 学生不是拼命喝水 就是在桌上摆上小风扇 而为了避暑 所有公立学校缩短上课时间两小时 有学生就担心这样会影响学习效果 为了消暑 泰国搬出多亚梦奇雨 菲律宾街头则有移动式冲早间 让小朋友玩得愉快 东南亚通往南亚的重要地理通道 孟加拉首都达卡的气温也来到摄氏43度 冷气机原本在当地是奢侈品 现在民众却是一台一台搬回家 孟加拉总共有3300万名学生 政府也为了是否该让学生到校上课 或是待在家里避暑而犹豫不决 有专家说即使学生在热让期间继续上课 学习效果仍然可能会受到影响 高温会使人类认知功能速度变慢 处理事情能力也会跟着降低 这样的环境不利于学生学习 2020年有一项研究就发现 如果学生曝晒在高温之下一年后 他们的考试成绩就会在标准之下 每学年气温升高设施0.55度 学生的学习效果就会减少1% 这项研究结果也发表在美国经济期刊 根据联合国统计 全球约有17%的学龄儿童已经失学 开发中国家的孩童占大多数 而北美仅有3% 开发中国家儿童的考试成绩 也远远落后已开发国家 现在气候变迁 热让持续时间更长 全球高温屡破记录 可能更加扩大炎热国家跟凉爽国家 学童之间的学习差距 公事新闻沈璐沛编译